不过预政史上最大的丑闻 前台北监狱副典狱长苏清俊 被检举涉嫌收了前东森国际董事长 王立林的贿赂 台北地检署漏夜的征讯 那么目前呢 包括了典狱长苏清俊 还有这位王立林特助胡小金等 一共六个人遭到了收押 到底收了多少钱 跟王立林有什么关系 收贿风暴的主嫌苏清俊 一脸卷容被送进地检署 模样狼狈 凌晨遭法院裁定收押 只因为苏清俊曾在宜兰监狱当过秘书 现任典狱长吴在威 就被检掉约谈造案 不过涉入王立林行贿风暴的 预政高层还不止他一人 快拿多少钱 台中监狱副典狱长赵重志 也被查出涉嫌替王立林 非法传递纸条 引爆贪污丑闻的关键人物是他 王立林贴身秘书胡小金 台北地院露宴征讯后 只有北间科员祖兴华坦诚犯刑 二十万元交保 其余六个人供辞避重就轻 凌晨裁定收押警舰 检调是在监听警察封计案时 意外发现苏清俊在预政系统中 疑似长期接受受刑人或家属收买 其中包括入狱服刑的王立林 透过中间人费赂当时在台北监狱 担任副典狱长的苏清俊 代价是温泉酒店礼券 苏清俊再找来监狱科员把违禁品送进牢房 费赂计划极为缜密 终究是只包不住火 东窗事发 王立林讯后还押台北监狱 原本她已经提出假讯申请 日前还传出渴望在年后出狱 现在爆出行为丑闻 想要恢复自由恐怕很难 至于刘树伟张若玉 也请小组台北报道